今天有的時候 我們讓老人家說 你脆氣不好 你就吃麥 你就吃一些軟軟的 就是吃蛋白 然後因為蛋黃不准吃嘛 對不對 有些時候 但是蛋黃不准吃 我們不要再討論 對... 現在應該大家比較理解 然後就蛋黃最多脂肪高一點 它其實沒有到什麼 會讓你怎樣怎樣的部分 沒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都吃軟爛的東西 其實反而 讓他們更退化了 這個咀嚼的功能對不對 對 但是又真的咬不動啊 怎麼辦 就要訓練 或者是我們像肉類好了 之前我們就看到很多家屬 就把它打得爛爛的 或是永遠都在吃絞肉 我那時候 就是在醫院有一種型態飲食 叫剁碎飲食 所以你就會發現 盤子裡面三格 全部都是碎碎的 我們那時候在護理師家 有一個王爺爺 一個曾爺爺 他們都住在一起 每天都每一餐都坐在一起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王爺爺吃的是正常的形態 沒有剁過 曾爺爺吃的是碎碎的 所以曾爺爺每一天都要 看看王爺爺的盤子才知道 這一個是雞腿 原型是什麼 今天這是雞腿 只是我吃的是雞絞肉 所以他們每天王爺爺都要看一下 曾爺爺都要看一下王爺的盤子 他才知道他今天吃什麼 所以後來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覺得我年紀大 我只牙口不好 我腦子是清楚的 我還是要吃漂亮的東西 所以我一定會做讓它的主菜是成型的 譬如說像剁碎飲食好了 鮭魚不用剁 魚排 蒸魚 蒸蛋 這些東西是不要剁的 豆腐是不用剁的 它就會看到原來的形狀 原來的形狀 所以我那時候還做過那個 在日本料理不是有做那個 楊出豆腐嗎 就裹薄薄的粉稍微炸一下 裡面還是軟嫩的 然後再淋煎魚醬油 下面有一點蘿蔔泥 那個主菜 然後有一個小玻璃盅把它裝起來 看得就漂亮 他就會覺得我也是漂亮的 像華航頭等艙的餐具 他就今天怎麼這麼好 其實就是很便宜的豆腐 只是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爺爺就會覺得 我今天就不是三個都碎碎的 他可能青菜還是沒有辦法拒絕 我們還是需要幫他做一點 刀工上的處理 可是他的主菜 那個我們每次看便當 一定看得排骨大不大塊了 主菜很重要 餐盤來之後 那個魚有沒有完整 那個蛋 蒸蛋有沒有漂亮 其實那個主菜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會 做成肉餅 肉丸子 做成丸子 然後包括像湯 我那時候常常設計一些 藥膳湯中 和手霧湯 十全湯 裡面有小雞腿 那剁碎的椰奶怎麼辦 我們就把雞絞肉 絞過兩邊打成丸子 所以它的湯裡面 就會有那個雞肉丸子在裡頭 然後那個丸子又會吸了那個 藥膳湯汁的滋味 所以每一個人拿到的東西 都是一樣 只是質地不一樣 而且那個蒸蛋的部分 我有試過 就是蛋裡面 可能你可以放一些 你想要給老人家吃的東西 小豆子 或是說一些海鮮的魚肉等等 你想得到的想要放進去 只要讓它不要太大塊的部分 我甚至也有放過 紅蘿蔔切比較碎一點 我還有試過用洋蔥 但是那個味道會比較提味 因為有的老人家喜歡 我也覺得刺激的 那我會放一點點下去 那整個那個蛋 它就會吃起來特別的 很鮮 有口味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因為它蒸得夠久 這些食材其實都已經軟了 那就可以入口 其實除了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把食物打碎 然後還有症狀以外 我們團隊其實一直有在研究 就是低溫烹調 這個低溫烹調模式 其實目前醫療院所 幾乎沒有在用 原因是因為低溫烹調 它的原理是說 把食物加了到60度到70度左右 讓食物的蛋白質熟化 然後就是直接在那個狀態下享用 這個是在法國發明的 那當初就是分子料理使用 後來幾乎就是 全世界都在使用這個技巧 我們只要用定溫棒就可以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優點 就是它的肌肉會非常非常軟 它的肉質可以軟到 就是幾乎就是可以直接用 就是湯汁輕輕壓就可以壓開了 但是大家對它的疑慮還是說 就是它只加到60-70度 是不是會有就是 衛生上的疑慮嘛 因為我們 有沒有熟 對 有沒有熟 因為我們尤其是要吃熟食的 它沒有達到殺菌的溫度 但是它在加拿大 就是哥倫比亞省 加拿大哥倫比亞省衛生服務部 他們那個地方已經發佈了一個標準 就超過60度 只要超過90度 它是有辦法達到幾乎接近 就是接近無菌的狀態 所以只要時間夠久 那我們用的真控容器是夠的話 它已經是被認可 非常非常安全的食物 是不是因為 也是因為它比較不會讓過度的加熱 讓它的營養流失 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 當然是 不過它真正就是還是想解決的是說 就是肉保持原來的樣子 而且又夠軟 然後又能解決就是安全的疑慮 對 主要就是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有大學的團隊 我認識的老師他們就是在做 這叫疏肥嘛 對 就是用疏肥的方式來做 那在大量團善的製備上 因為它需要長時間 低溫長時間 所以在團善製備上 這個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不服成本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講到的就是 這些維生物 這些菌 如果沒有達到 法規的限制上 它如果60度是不合乎 法規限制的 因為我們還是要高溫殺菌之後 那個在供應上才比較安全 再來就是因為它是低溫的 放在真控包裡面 你食材 Original來的 它的從哪裡買 我今天如果從菜市場買 它可能放在室溫上 它的相對來說 它的上面的灰塵跟菌是多的 它可能需要清洗 那如果我今天買的是 就是安全包裝 就是合格屠宰場買回來的 它的肉有受醫師檢驗過的 是乾淨的 沒有病的肌肉 相對有比較好的一個保障 相對來說 它做這種疏肥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當然它是一個 現在在發展中的一個選擇 但是它前面裡面包含 你肉品的來源 你的肉乾不乾淨 然後有沒有辦法耐受 這樣子的一個中溫的 一個烹調方式 這個是必須要整體考量的 對 剛剛我想這個 醫師有講到 他們現在是做一個 團隊的一個研發 而且您剛剛特別強調 就是說這個食物的來源 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很強調這一點食物 所以大家就是 只要顧手這個部分 其實也不用太多的擔心 但是剛剛講到 軟爛這件事情 就是好像您今天要跟我們介紹的一個是 從日本帶回來的一個特別的技術 很有趣 當然因為日本 已經比我們提早老化二十年 所以他們在老人的餐具 這些介護食的發展上 都已經找我們很多部 所以其實我們看看日本 可能大概在十年二十年 我們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 老年化的人口結構 所以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家裡有老人家 所以看到 我就看到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介護食 對 因為老人家我們發現 他們其實常常青菜吃不夠 對 青菜吃不夠最主要原因 真的就是 咬不動 咬咬咬咬 然後就變菜脹 對 塞咬咬 然後變菜脹 然後就吐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它裡面可以吃到 礦物質跟纖維 可能就吃不下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蔬菜的一個質地 所以你就會發現 它是綠色的 它就是一塊蔬菜 但是它就會做成是 看起來好像是硬的 其實它就是用 湯匙一撥 湯匙塊一撥 它就好了 很軟 而且它的調味就是 它可能像日本的青菜 它可能會有一些柴魚風味 我還吃過的是筍子 看起來像筍 但吃起來是軟的 然後顏色也是筍子 調味上就是 鮮魚風味的蘆筍子 可是一下去 我的口味是好的 但是我的質地 又是可以耐受的 怎麼回事 我先來一邊嘗嘗看 這個所謂的介護食 好不好吃 因為如果不好吃 我們也不建議給長輩吃 我先來吃看看 吃說這是蔬菜的 對 這是蔬菜 對 不知道它是用什麼烹調的 我來吃了 是蒟蒻的味道嗎 滿好吃的 好吃的 對不對 它賣得很好 你不要說長輩了 我都很想吃 這會不會是一個減肥的好選 也是 是不是 但是它裡面就已經有 蔬菜的纖維在裡面了 對 還有營養在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那個重點 就是說不要讓我們的長輩 覺得好像我一旦年紀大了 所有的一切的生活要求 食衣住行 都要讓它變成非常的 陽春 或者是貧乏 或者是灰色 或者是限制 你知道我們 當我們的功能都退化的時候 我們已經面對生命的消失 這件 流逝這件事情 我已經焦慮了 然後你又在我一個 基本的一個生活狀態 給予我最低的 甚至是低於更 最低的 就標準還要低的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常常會說 我是為你好 倒不如這樣的一個 爭論的過程當中 還不如我們去聽聽看 甚至我覺得很多事情 要回頭問自己 這個你願意吃嗎 這個你願意穿嗎 這個你願意嗎 如果連我們自己 都沒有辦法忍受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把它加住 在我們的長輩身上 那如果我們東西本身 就做得用心 像剛剛營養師講的那個 加了那個 蒸酬劑 然後你又把它塑形 我們一定會為自己的孩子 做這樣的事情 是為長輩做 看著他們吃得好快樂 吃得好健康 不是我們心裡也很舒服嗎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週日晚上11點 記得準時收看 超臨時犧牲